类似爱情还是铁打的友情 异性之间真的有纯洁的友情吗 娱乐圈里的这五对异性好友给了我们答案 他们不是恋人却盛似恋人 娱乐圈中明星的异性好友 你们知道哪些呢 哪一对神仙友谊让你们最羡慕呢 都说异性之间没有纯友谊 娱乐圈这些异性神仙友谊来打脸 今天我们就来戏主圈中恋人羡慕的异性友谊 以为他们是情侣 其实他们只是好朋友的五对明星搭档 每一对狗仔都懒得拍 陈坤连续12年为周迅亲生 最后一对可惜了 哈喽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宝宝们有没有更爱小编呢 反正小编一经叫明月上天可见 继续带领宝宝们前往吃瓜第一线 都说知音难命 更别说在鱼龙混杂中的娱乐圈了 毕竟娱乐圈也是一个利益场 金钱至上 由于在资源面前布置一体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大染刚中 却存在着几对神仙闺蜜 他们曾经一起合作 时常隔空互动 在众人眼中CP感十足 却保持着令人羡慕的友谊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盘点一下 这些异性友情 快来看看你们最喜欢的一对上宝了吗 Hopper1 杨阳vs李怡童 去年杨阳参加综艺元气满满的哥哥时 在一期节目中 李怡童作为方舱嘉宾的身份 来到了节目 我们也难得的看到了杨阳的情绪出现了波动 两人在捉迷藏游戏开始之前 就互相对对方放了狠话 李怡童说 这期他的目标是杨阳 他一定要拍掉杨阳 而大帅哥杨阳也不甘示弱 方朱狠话 称一定要抓住李怡童 于是在这一期节目里 杨队口中喊的最多的就是李怡童的名字 游戏一开始 他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抓到怡童 不得不说 被点燃斗志的杨队太可爱了 与观众而言 难得看到杨阳变得如此激动 可见李怡童来到节目 他真的很开心 两人私底下一定是很要好的朋友 可能有人会疑惑 一同到来杨阳为啥这么激动 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这么好 其实也是有缘由的 他们一起合作了一部剧 该剧的名字叫特展荣耀 目前还没有播出 但已于2021年11月1日过神了 小心很快就可以和我们见面了哦 二人因为有过这部剧的合作 所以他们的关系也是很好的 朋友到来杨阳自然开心 能被帅哥杨 在这一期节目里 一直心心念念的念叨 李怡童也算是最特别的方舱嘉宾了 不过陈学东并没有让杨阳如愿 各种强迫之下 陈学东先杨阳一步 淘汰掉了李怡童 摔个杨直到以后 还感到特别的遗憾 不过在下期节目里 遗憾被弥补 房层嘉宾依然有李怡童 这一次两人终于碰面了 在一个漂亮的海滩前 他们终于重逢 最终在人群中 杨阳发现了李怡童 一开始怡童 还一直低着头试图逃走 不过杨阳好不容易找到他 怎会轻易放走呢 于是就有了他们在沙滩上 互动的场面 不知怎地 两人的互动莫名的很甜 二人忍不住想磕他们 这密藏环节 是只要捉方 拿着摄像头对着相应的人 然后喊出他的全名 该人就被淘汰了 杨队在发现李怡童的时候 竟然劈了一把 故意喊了李怡 没有喊出童字 还十分温柔地说了一句 我不抓你行不行 这两人互动的场面也太甜了 杨队很少在观众面前 暴露这一面 可见他和李怡童的关系 真的很熟 二人的友情也着实让人羡慕 后二杨子vs张一山 杨子张一山在娱乐圈里的存在 可谓是青梅竹马的最好写照了 二人都是同心出道 一起出演情景喜剧 加油儿女 私底下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 就像家人一样 之后一起议考成为同班同学 并主持校园歌手大赛 然后一起毕业 从出道以来就成为了知心好友 待到娱乐圈中相互扶持 两人都未曾在彼此成长的道路上缺席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杨子张一山 小编觉得没有比孙友更适合的了 在综艺节目高能少年团里 作为嘉宾参与的杨子 和长度嘉宾张一山一见面 两人拳打脚踢 张一山藏皇逃窜 要说最没有偶像包袱的爱豆 两人必须占有了席之位 两人的日常相处 那就是一言不合就开队 一次红毯上 两人携手走来 张一山跟观众吐槽杨子打歌 说让他注意形象 杨子一听 瞬间被气笑 然后对张一山开始暴击 小编也被他们笑死 喂 注意一下 你们在走红毯呢 微博上更是互相拆台 看到张一山发帅照 杨子总是嘴下不留情 直白吐槽张一山丑 男神经 哈哈 虽然毒蛇拆台 互相嫌弃 但是这难道不也是爱吗 尤其的杨子24岁生日当天 张一山在微博的一段祝福特别扎心 向你承诺 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你 我也会站在你的身后 背叛全世界 然后杨子稍后的回复 也足够暖心 小山子 默默大 谢谢有你一直陪伴我 神仙友情 可不就是这样吗 你在哪呢 在你身边 就像宝宝们和小编一样 一路有你们 小编何惧风雨呢 Bob3 陈坤 vs周迅 这些年来 陈坤每年都在18号的时候 发微博给周迅过生日 似乎大家都习惯了 要有甚者 去陈坤的微博搜周迅 会发现陈坤的微博里都是宣传 周迅的影视剧 夸周迅漂亮 然后他得了奖 为他庆祝的 甚至周迅某次与奖杯 失之交臂 也是陈坤 发文安慰他 你是最棒的 毫无疑问 连陈坤也得了 天下第一讯吹的称号 有一次网友说 他每天都帮别人打广告 陈坤立刻回复 别人 小讯是别人吗 哈哈 他们二人的感情 最让小编羡慕了 一位英年才俊 一位靓女演员 只好多年过去了 两个人依旧和好如初 在外人看来 简直是个谜 小编计算了一下 他们认识已经20年了 一个儿子已经成家 一个也已经结婚多年 这种神仙情谊 这让人羡慕 曾经有狗仔想挖 陈坤和周庆的绯闻 并拍下他们一起 光剑的照片 陈坤知道后说 你们不必奇怪 我们是死党 加好朋友的关系 而且还是住在 一栋楼里的铁人 从那时起 连狗仔的闲言碎语都没了 因为不管怎么看 两个人真的关系不错 但又不是爱情的那种 用一句特别贴切的话来形容 家比家更重要 在原作派冲 陈坤曾谈到 他与周庆的关系 他说 事实上我们之间就是一种爱 爱情是什么 我只是希望你好 楼上楼下住着我们两个 谁也甩不开谁 这种爱有点像兄妹 你做什么 我都爱你 听到这里小编都好感动 二人是在电视剧 物似雨又似风中认识的 那年陈坤24岁 周庆26岁 当时陈坤出出茅庐 周庆已入行七年 可以算是他在演艺道路上的前辈 二人在剧中的对手戏很多 难免会有一些戏外的接触 导演要求陈坤陪周庆逛街 好让他们都熟悉 但无意中图成了一段佳话 从那时起 两人的友谊便日益加深 认识20年 他们是彼此合作最多的演员 他们彼此相识 住在楼上楼下 可以穿着睡衣 到对方家串门 最好的友情也不过如此了吧 好不是 何炯VS谢娜 说到娱乐圈中的神仙友谊 有一对好朋友 小编不得不提 那就是何炯和谢娜 相信大家都知道一句话 有一种友谊叫何炯谢娜 何老师和娜姐 二人至今为止 已经认识十多年了 两人因快乐大为因所熟知 而快乐大为因能一直止去这么多年 也与两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何炯是一个高情商的主持人 与圈内很多迷信的关系都很好 同样的她也十分提前后辈 在谢娜还是惊人的时期 对于舞台主持都是十分的声色 但是现在看谢娜的主持 表现的游刃有余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何老师的帮助 直到现在为止 当谢娜出现工作上的失误的时候 何老师还是会自然而然的为她收尾 二人之间的默契 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二人的友情在平常的点点滴滴中 也能看出来 两人总是第一时间为对方送上生日祝福 公共场合的相处方式也能看出来 二人的关系确实很好 在节目中两人经常互怼 但是当娜娜在外面遇到困难的时候 何老师还是会第一时间的帮助她 何炯和向娜的友谊 从这么多年如一日的身后 且随着时间慢慢的增长 这样的友情真是令人羡慕 3月4日凌晨 李冰冰在社交平台筛出合影 为好友任全庆祝48岁生日 希望她和所有快乐说嗨嗨 和所有烦恼说拜拜 照片中李冰冰梳着俏皮的双丸子头 皮肤光滑细腻 任全穿着黑色短袖 气质依旧如雅清俊 两人自在随意的靠向对方 头缝头留下合影 可见关系还是一如既往的亲密 网友看到李冰冰为任全庆舍 送了留言给任全送上生日祝福 有很多网友感慨 这两个人真的是神仙友情 太长情了 也有网友一口交出他们的角色名字 楚楚和公分色 李冰冰和任全相识于1993年 两人是上海戏剧学院同白同学 相交近30年 他们一起走过青春岁月 合作过长20部电视剧 不离不弃地陪伴在彼此身边 这种友情实在是让人羡慕 前不久任全也曾为李冰冰发文庆圣 希望她永远快乐 而且李冰冰的男友就是通过任全 前前认识的 可见两人的友情早已融入彼此生活了 二人还曾经一起录制真人秀 被不熟悉的嘉宾询问 是不是要结婚了 引发众人大笑 演员黄雷十分幽默 调侃说这两个人刚离完婚 最初李冰冰的发展 其实要比任全好 作为演员 李冰冰的心徒顺利多了 但是人生都是机遇 任全从上的天赋 可比演戏强 当初她看上了餐饮行业 但是本金不足 李冰冰二华没说 拿了三万块钱出来 这三万块钱就是人全的创业金 不到三个月餐厅就有了收益 但是任全问李冰冰当初的三万元 要不要算做入股 李冰冰说我只是借钱给你 没想从中捞好处 之后任全的生意越走越大 成为了娱乐圈最著名 转型最成功的商人 任全参股的企业高达 四十多家 遍布娱乐 生活 快销 互联网 金融等行业 资产高达十几亿 2019年任全收购家人 李冰冰立刻登上了 家人杂志的开年封面 网友们知道这个消息后 忍不住牺牲 李冰冰以后可以随意上家人封面了 这两个人每年都会准时准点 为彼此轻生 相识将近 三十年还能保持这样的友谊 实属难得 都说娱乐圈是名利圈 但凡涉及到利益 再好的朋友都会翻脸 但是还是有那么一部分人 是真友谊 不掺杂任何利益的 他们的存在 让人看到了娱乐圈友谊的典范 原来有人是真的会 不图任何东西的 对另一个人好 这样的神仙友情 真的太让人羡慕了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 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 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